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收押之后 现在已经在球车的运送之下 到了土城的台北看守所了 那么在台北看守所外 也有不少的民众集结 包括有反对柯文哲的 对着球车狂喊狂酸 还有人拿了看板上面写着 恭喜入主土城第一排 不过也有柯文哲的支持者 担心柯妈妈会难过 不过现在因为民众陆陆续续的集结 警方也聚集了有近百名警力 来维护秩序就怕爆发冲突 你儿子啊 真的就是有贪污啦 Come on 小金都被雷打啦 小金都被雷打啦 你儿子混了八年啦 混了八年的市长啦 开口闭口都不知道啦 现在给他关到土城啦 连他关到死都不知道 好不好 很开心啊 我一直喊他阿贝金哦 你心处近哦 这个案件其实还蛮众所瞩目 一开始只是查他的那个 政治经流的部分 然后就一直在打空手道嘛 然后一直迂回 然后没想到金华城的案件 让他终于可以让他 关到那个土城探索所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他不要用圣人的标准 来检视别人 对 然后那只嘴不要吵 金都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在自选餐当中加入民事新闻台 为您带来最及时最正确的新闻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